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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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业看来 很多人看来都是一帆风顺 辛苦没说 所以当中有没有时刻你想过或想放弃 有 想放弃 在美国当时不就业 有一年我86年毕业 拿了碩士 到87年那一年是动荡的 那一年我直接想读双科 想着必要事 必要事 多一条路 我认读MBA 同时我考了柏林高院 柏林高院收拾了你 Thank you 不用去了 柏林高院开始做califé 做年轻学员 不会被主角 后来做了首席男高音 做califé的时候很难受 明明自己觉得我给他唱得好 但为什么不让我上去 为什么他唱得我不唱得 就是这条电影很不顺 是不是咬音味正当时 不是 就是因为你是亚洲人 因为你是亚洲人的 始终也是有这样的 一定有的 这个种族其实是永会存在的 怎么能够做到这个 更加克服自己 更加努力 你要双倍努力才能够有这些机会 能够把握住 如果跟他唱得一样这么好 别人不会请你 你比他唱得更加好 才有机会 更投入 更可以感动到观众 是的 是吧 是的 好棒 是我们中国人的光榮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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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